第五波疫情 經核酸檢測而確診的個案共有4,250宗 7,990宗經快速抗原檢測陽性個案 換句話說昨天在香港共有12,240宗陽性個案 截至目前為止在第五波疫情中共有1075,519宗陽性個案 共有6,356宗死亡個案 較昨天增加了205宗 最新病死率是0.59% 有關強制檢測公告其實我們都是以風險為本的原則 篩選一些比較高風險的場所 現時來說主要是一些住宅大廈 我們這些資料透過我們兩個不同的平台 分別是收集核酸檢測陽性的人子和快速檢測陽性的人子 兩個平台都會向我們提交一些基本資料 包括住址、職業和工作地址 我們透過分析這些資料 會選擇一些比較多個案出現的場所地點 做一個強制檢測的 我們會分析在過去七天出現的個案 透過兩個平台向我們情報的個案資料 找出哪些大廈或者一些屋苑 個案是比較多的 我們會篩選出現最多個案 但仍然未納入遺風強檢行動的一些住宅 例如昨天我們找到那十座大廈 即每一座大廈本身在過去七天都有超過五十個個案 再次找到一座大廈本身 就第二個事會 我們會看二座大廈本身